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我是亮仔 最近新疆男男宣布解散退出CBA之后 对于周琪来说本身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因为前段时间尽管蓝鞋已经宣布周琪恢复自由声 但是新疆男男这边却始终不依不摇 因此对于周琪来说 他到底有没有恢复自由声一直存在着争议 很多球队也根本不敢和他进行签约 但是现在既然说球队已经解散 所有的一些争论也将不复存在 对于周琪来说 他接下来想要去向哪个球队都可以 似乎已经是百分之百自由了 已经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 但是从目前的剧情情况来看 我们了解到周琪其实日子也并不好过 因为到现在为止 过去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他都暂时无球可打 在其他情况之下的话 对于周琪来说 后续如果不能够赶紧回归CBA联赛 接下来世界杯的国家对比赛的状态也得不到保证 他恐怕会面临着恶性循环 而且从目前来看 随着周琪这个无球可打的事件升级之后 包括蓝鞋姚明这边的状态 也是引发热议十分暧昧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蓝鞋这边的一个态度 真的是耐人寻味 之前在周琪和新疆的这边发生纠纷之后 他们是立马公布了仲裁决议 是站在了周琪这边宣布他恢复自由生 也没有管过新疆的这边罢赛 甚至要解散的这么一个态度 但是从目前来看 距离周琪这边整体的一个事情 已经过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他们却没有再针对周琪这个事情 开始最新的一些表态 虽然说此前体谈周报也曾经报道说 蓝鞋这边应该有可能要求联盟给周琪开绿灯 让他注册一支中游球队 接下来能够保持状态为国争光 但从目前来看的话 距离这个爆料也过去了相当长一段时间 蓝鞋这边始终没有和CBA联盟这边官宣 有任何一些动态 也意味着我们蓝鞋这边暂时是没有行动的 所以很多球迷也确实非常疑惑 到底蓝鞋这边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周琪呢 既然说官方媒体都已经发生 为什么蓝鞋这边还迟迟不动身呢 如果说蓝鞋再继续这样拖下去 其实对于周琪的状态保持没有任何的好处 所以可能对于蓝鞋来说 接下来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表态 也确确实实应该及时做决定的 当然从目前来看的话 关于蓝鞋包括姚明接下来一些具体 安排到底工作重点是什么 姚明在此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谈到新疆的能解散也已经是有言在先 在当时他对于新疆队退出比赛解散 觉得非常的遗憾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他也强调说 其实目前接下来蓝鞋和他的工作 重点是希望让联赛能够回归到球迷的身边 能够把比赛做得更好 把中国蓝鞋发展得更好 其他事情的话 暂时没有这么多的精力去管顾 所以按照这一点来看的话 可能接下来周琪自己到底有没有球可以打 这种问题还是需要球员自己去解决 姚明和蓝鞋他们可能不会再插手 他们可能接下来会专心搞好联盟的建设 搞好国内篮球事业的发展 所以接下来对于周琪来说 也只能够自求多福了 好了本期视频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